我的妈妈看着我偷偷野的文具盒 我的妈妈就给我十元钱 让我去商店里买文具 来到文具店我看中了一个原住笔 拿原住笔接到时 另一个逛文具店的顾客 喊了老板一声 老板可能是听到叫喊声 手忙脚乱的拿着一个十元收到给我 我看着那只原住笔才有五元 老板却给我十元 然后我自给了老板吃 其实这个我心中的小便